这个牙签所指的就是我们得到的材料 这个黑点 然后 它在屏幕上显微镜下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是一个乳铁棚磁体 然后我们把这个乳铁棚磁体 放在它的材料的下面去 去看这个材料的反应 这个可以直接伸到这个材料的下面去 我拨一下位置 OK找到了 我们调一下调区 我们磁体现在在这个样品的正下方离得很远 我们现在磁体缓慢的靠近这个样品 可以看到它竖起来了 我们再远离这个样品 然后它又掉下去了 我们再靠近这个样品 它又竖起来了 然后远离又掉下去了 然后我们把磁体换个方向 然后再放到它的下面去 我看到它贴近之后 它这个样品片又竖起来了 然后远离 就掉下去了 然后再靠近 它又竖起来了 然后再远离 它又掉下去了 我现在直接在下面放一下磁体的方向 可以看到 换到放了方向之后 它依然是赤地 然后靠近 然后靠近 起来了 然后远离 掉下去了 再靠近 又起来了 再远离 又掉下去了 起来了 掉下去了 起来了 掉下去了 就是我们 无论是N级和S级 它对这个片的作用力都是赤地 对这个片的作用力都是赤地 是N级和S级